欣赏动漫魅力,撩拨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很快就要过年了 大雪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美景,更多的却是寒冷 很冷的季节,人总是会不经意的,就染上感冒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大家从鼻孔的视觉,看看感冒的整个过程 小卡像往常一样,边走路边玩手机 突然鼻子痒痒的 接着就是一声喷嚏,这个喷嚏就像是导火索一样 直接让它喷嚏个不停 时间一长,鼻子就像是上了膛的枪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吃饭的时刻来一发,刷牙的时刻来一发 这种频繁的操作直接把小卡整得眼泪直流 再往后,它的鼻子就直接变成了机关枪 一阵的突突突,这时鼻涕也来报到了 没错,它就是感冒了 一时间,鼻涕像是泄了红的大坝,想关也关不住 于是小卡走到哪里,都把纸巾戴上 不然就要惨不忍睹了 可是一遍遍地擦拭 粗糙的纸就像是刷子一样,刷着焦嫩的肌肤 最后鼻子就像是着火一样难受 但是这些鼻涕就像是留不完的小溪 不管是挤压还是冲洗,它依旧像是吸过水的海面一样 小卡只能强忍着疼痛继续地擦 这时的皮肤已经像是锯齿一样的脆弱 仿佛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能让它决低 小卡是捂也捂不住,擦也擦不完 鼻子仿佛是洪水猛兽般,侵袭着它 最后竟然被自己的鼻涕给淹没了 而皮肤就像是缺水的小鱼一样等待着死亡 而这时它的鼻子也是异常的难受 感觉有,但是擦不出来 被塞住鼻子的它只能在脑子里面爆炸 之后它的身体机能全部下降 仿佛只能躺在那里等死 最终鼻子经过了九九八十一呢 不仅躺过刀山,还下了火海 总算是迎来了星辰和阳光 于是它从干涸的沙漠之中站了出来 把鼻子里面的脏东西一股脑的全部都倒了出来 此时的鼻子,吸入的空气 仿佛是闻到了鸟语花香 深海踏鱼,美味佳肴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它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舒畅和快感 是的,小卡的感冒好了 它也再也不用遭受那男人的疼痛感了 在这个特别容易感冒的季节 请注意自己的身体 千万不要尝试感冒的痛苦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